基隆市道同马林姚胜慈善协会委员 以及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分别颁证奖助学金给七堵两所国中 六所国小总共128位清函成绩优秀的同学 鼓励同学们力争上游努力求学的表现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外地 那现在我们要在地化 然后还有就是说跟议员 我们张议员张耿辉议员是一个缘分 那有他的帮忙我们 可以让我们在地方上有一些建设 然后我们可以让未来的主人翁 更加的在读书上面 不管是在孤独老人 还有学生清函奖学金之外 还有说我们的祭品 都可以发挥在地化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外地 这样的话对我们在地的人 百姓来讲的话 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谢谢 居中牵线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表示 慈善协会在全国各地都在做善事 这次也专程回到七读鼓励在地学子 国中每人制证1800元奖助学金 国小每人制证1200元奖助学金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个条件 但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未来整个理想跟保护 我希望同学们今天 今天接受我们这些慈善协会的帮助 之外除了要 凤华向上之外 希望有朝一日 有仁义的时候同样能够回忆这个地方社会 八所学校的校长也都到期陪同受奖学生领奖 由于在七读国小举行 七读国小校长特地代表 学校和受奖学生一起回赠感谢状和感谢牌 感谢慈善协会以及市议员张耿辉 对孩子们的肯定和鼓励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针对我们七读区的 所有的国中小学的学生颁发这个奖助学金 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 为代表七读区所有的校长 来谢谢他们的善举 那我们希望呢 七读区的孩子 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家会 心里有所感动 那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 有更多的一个精彩的发挥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采访报导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 两年最多省三千三 一百二十枚每月八八八 还加价换装金两千元哦 比比BB比较好